因為發現我們沒有寫工筆 我可以再補一些東西上去 就是因為剛剛主要討論的夥伴 有另外一位是軍醫的夥伴 然後我們剛剛主要討論的就不是行政的那一塊 是關於就幫助學生可以做自我健康那一塊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軍運其實已經有在做了 只是說這一個工具它還沒有被很足夠的優化 它沒有夠多的使用者去給予回饋跟使用 所以我們剛剛討論其實比較是在談說 那我們怎麼樣可能可以在這個基礎之上去多做一些優化 然後所以其實雖然這樣很大廣告 但其實我們真的會很希望說可以有更多的 譬如說是優秀工程師然後可以協助軍醫 繼續去做這個優化 然後以及如果你是老師的話 其實剛剛我們發現的工具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只是可以連結軍醫它本身的影片 讓學生學習 它也可以設定學生機也可以設定說 我今天想要完成什麼事情 然後或是老師發開的任務 它也可以被它設定進去 而且它完成之後就會有一個回饋感 就是外網達成180合等等 那只是這個東西怎麼變得更適合學生來使用 其他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如果你是有老師或是你有老師的朋友的話 也歡迎可以一起參與到這個理念 然後幫助這一個 就我們的期待就是說 幫助軍醫的這個產品本身可以做得更好 我覺得它其實就可以達到滿多目的這樣 好一下 所以你們知道如果有興趣的朋友要怎麼聯繫到你們 會不會你們也在JDP的Snap 你可以開一個 我有在 可以啊 可以 更專注在這一個channel上面 JD那個平台是開圓 那個工具是開圓 Randy Randy 所以我們可以甚至在討論一下說 開圓的話 協助的機會比較多 對 因為不開圓沒辦法協助 對對對 我們可以再開圓 就是我們剛剛也有討論說 如果 就有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如果不奠基於軍醫目前的東西 就是 也不是抽他們 就是抽完 以這個為一個參考規矩 參考規矩 就是我們可以做一個 其實JDP目前就是 工程師們也很致力於想要翻 翻成可以open source的狀態這樣 大家也有這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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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一個channel 可以開一個channel 可以開channel 好 他們請 最後一位講